盛丐博市议会原来排定昨晚市议会认可选举结果并举行新议员的选事就职 不过过程却相当曲折 包括两位已经落选的市议员在内的盛丐博市市议会决议 以第二高票胜出的华裔候选人廖清禾 因为有市民质疑他的居民身份 必须经过调查与公厅程序确定廖清禾的居民资格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 三位得票胜出的候选人中只有两位顺利完成宣誓 盛丐博市的新当选市议员就职典礼 前来观礼的民众挤满市议会大厅 但现场气氛却相当紧张 因为有人提案质疑三月初 以第二高票在市议员选战胜出的廖清禾居民身份 针对这项提案 市议会开放民众表达意见 先后有12位各族裔 包括盛丐博市的两位前任资深市议员在内的居民 以致要求市议会尊重选举结果 让廖清禾顺利就职 这些人都想要求市议员 这些人都想要求市议员 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 申盛与博市府律师对该议案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项为承认参选登记地址的合法性 弃至执疑提案 第二项为由市议会自行决定是否让廖清禾就职 第三项为委托第三方对该项执疑进行调查和恭听后再裁决 而在经过市议员与市府律师们反复的讨论后 包括两位落选准备离任的两位市议员在内 五位市议员进行表决 结果以四票对一票通过廖清禾占卜宣示的决议 并在第二次表决中 通过由第三方对廖清禾参选地址的合法性 进行调查和听证 因为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三位胜出的市议员当中仅有两位在昨晚宣示 分别是普钧毅以及连任的现任市长Kevin Salkins 至于廖清禾何时能顺利做上市议员的席次 以及包括离任市议员在内的市议会所做的决议 是否恰当甚至违背选举法规则引起了激烈的讨论